皇家游艇码头的公寓呢 给大家介绍过好几套了 今天呢带大家看一套 独一无二非常独特的 完全是空房子 完全是17年前 开发商交房标准的一套公寓 跟我一起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大家好我是蜜蕾 今天带大家参观的这套 皇家游艇码头的超级顶层公寓呢 是一个面积528平方 两层四卧五位的公寓 这个公寓我们说的 非常的独特 是因为啊 它完全没有居住过 完全没有装修过 所以我们觉得 一张白子够容易画画 那么它够容易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装修它 跟我一起来看看它的格局情况吧 这套顶层公寓呢 同样也是一厅一户 这边呢是主入户门 侧面这个小门呢是直通保姆间的 我们从这个主门进来 这是一套空房子 完全就是十七年前开发上 叫房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所以呢 这套房子给大家展示起来 就会更简单一些 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它的格局 那这套房子数据 我先说一下 它同样是两层 室内这一层面积呢 是309平方 楼顶露台呢是219平方 它的总面积同样也是528平方 同样也是4或5位的这样一个布局 那么咱们进来的是 中间的这个开放的区域呢 就是它的客厅餐厅部分 同样层高比较好 然后呢 视野比较开阔 采光也比较好 那么这个房子呢 17年没有任何居住的痕迹 包括脚下的木地板也没有磨损 但是呢 时间长已经裂缝了 所以呢 这个房子 它有它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直接 全部按照自己的型号 进行装修 那么格局继续说一下 它也是 以中间为中心 那右手边是超大的主卧 左手边的是 三个客卧 那我们来到这边了 就从这边开始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就看到 格局就可以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地方也是通往楼顶的一个旋转楼梯 它这个因为没有居住过 也没有装修过 完全是最早的一个状态 客用卫生间这些呢 都可以换掉的 然后左右手对称各分部一间客卧 有一间客卧没有卫生间 一间客卧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那继续往前走 这个呢是次主卧 就比左小一点的一个次主卧 面积我们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它的采光窗 看一下它的一个露台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一间的 这个它匹配的一个卫生间 当然这些的这个基础配置 是开发商当初交房标准 是17年前的标准 所以放到现在来说 可以有一些过时和老旧 但是我们看到 它的基础硬件还是非常好的 窗户的质量了 它的采光的部分呀 都非常好 窗外的景色非常好 那么这些细节呢 我们全都可以是换掉的 这个是次主卧 好这三间客卧参观完 咱们现在再回到客厅部分 到另一侧来看一看 所以空房子有空房子的这个好处 我们之前看过的都有一些是 大部分是装修过的 业主装修好的 那么有一个缺陷就是 如果不是你喜欢的风格 你说那些家具 用上不协调 不用的扔又麻烦 还不如这种空房子 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修呢 更加省事一些 好 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客厅 餐厅区域呢 有一个厨房给大家看一下 这也是完全老旧的 十几年前的这个厨房布局 甚至它这个燃气灶 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就是放了十几年 放了都生锈了 那后面还有这个保木间 配置是功能是比较齐全的 那这个超大主卧 现在进来是超大主卧 我们来看一看 一进来感觉完全不一样 没有任何家具 才能显示出来 它的面积大 然后它的格局好 真的是 到顶的落地玻璃窗 采光非常好 从这看到是 外面二楼的公固 二十米长的泳池部分 再从身后的这个窗户呢 又能看到后面 码头的景观 远复的山海景观 所以整个主卧景观是非常好的 那咱们再看它的这个布局呢 原始的布局情况 这个超乎背后就是它的卫生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卫生间呢 也是双动向的 这里有两边都有门 有浴缸 有洗手池 再往里走 它的这边马桶间是全名的 这边有独立的这个淋浴间 所以空间是足够 我们想怎么改造 完全可以按照喜好来改造 因为它这些明的部分 它的景色的这些部分 都是非常稀缺的 所以呢 那细小的这种老旧的这些细节啊 这些老旧的木地板啊 这都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的面积够大 它的景色够好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一个房子 那么这一层呢 室内这一层我们就参观完了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楼顶露台 整个楼顶露台的面积是219平方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出完全没有动过 我觉得太好了 那这么大219平方 我们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 把它分割成 自己喜欢的功能空间 然后最好的是 它这里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我觉得这个顶层公寓 占着它的有势部分 它的视野更好 它看到的这个海景啊 山景更美 所以它的这个景色是不可替代的 那么它这些地方没有装修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了 没有装修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重新装修 到这里呢 这一个顶层公寓给大家介绍完了 第一次在这么空荡的房子里来 给大家总结一下 对这个房子的看法 最近呢 视频当中呢 给大家展示了好几套 皇家游艇码头社区的房子 都是性价比不错 其实呢 还有两套 现在有租客相价比非常好的 有机会再给大家展示 那么我今天再总结一下 皇家游艇码头的它的区域位置 位于整个普吉岛的中段 距离国际学校呢 加上堵车时间十多分钟 距离哈里斯大国际学校呢 十九分钟 距离国际医院 还有中央百货都是十多分钟 所以它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 生活非常便利的一个区域 同时这个社区呢 是兼具码头和住宅两大功能的社区 社区配套非常的完善 24小时安保CB2E专业的物业服务 还有它的公共的泳池区域 有餐厅咖啡店等等完善的配套 再一个我们今天视频当中展示的这一套 我觉得它的优点也非常的明显 一个是完全空的房子 反而我们翻新装修的成本会更低一些 比那些我们不喜欢要拆掉 再来装修节省成本和时间 第二呢 这个房子它的景色非常好 我们站到二楼的露台 可以看出去它的景色 在这个社区里面算是非常好的山海景观 第三个这个空房子 业主的报价是4700万泰铢 但是呢 它有可商谈的空间 所以如果商谈到自己合适的一个价位 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修 那么这一套顶层公寓将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公寓 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